《善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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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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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缘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一起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现在开始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 色不宜空 空不宜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习灭度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撒多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爱 无挂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柳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随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是咒药 揭帝揭帝 波罗揭帝 波罗增揭帝 菩提娑婆学 请大家放掌 今晚我们继续讲《心经》 《心经》268个字 但里面的结构是很浓缩 里面包括了很多关于空的仪理 今晚未开始之前 我们再重复讲讲经文的结构 让大家知道 原来这部《心经》 虽然字数少 但一点也不简单 是非常复杂 而且意理是能够带动你 可以破执 我们先 现在打出 经文的结构 《序训》 就是introduction 《序训》 《序训》里面 菩萨所正的境界 能修之忍 哪个practice 这个 空 《心经》 其实是说心 应该是sutta of the mind 不仅是欲团心 而是真心 如果再详细讲 这部经是专讲空的 sutta of sunyatta 即sutra of emptiness 讲空 这部经是非常征战的 观自在菩萨 是能修之仁 所修之法行心 般若波罗蜜多时 就是他所修的practice 所修之法 观行境界 当他修的时候 是怎样修法的呢 观召见五蕴皆康 是怎样修的呢 逐步逐步怎修呢 这是观行境界 所修的效果 修之后能够度一切苦压 这是罪份 我们继续看下去 正宗份 即是里面的content 正宗即是水面所说的义理 里面说般若的空仪 sunyatta emptiness 即是般若的空仪 由舍利指 色不如空 空不如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色 若复如是 我们时常都 读诵 但今天 你开始读诵 与你以前读诵 不同 原来这几句说话 已经总说了般若的义理 A general remark of emptiness 总说般若的义理 而这个总说 是 用 用肯定 用肯定的方法 用表传的方法 即是说 色不义空 空又不义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Explanation by Affirmation 即是告诉你 你这样做是对的 本来说的义理 它有两方面跟你说 肯定跟你说 是表传 否定跟你说是遮传 它从两个角度 所以这部经 你慢慢分析它 你会开智慧 原来它这样跟你说是有理由的 先讲 表传 告诉你应该这样做 舍利子一直到 亦复如是 显 总说般若的空义 显般若的实 相义是舍利子 是诸法空上 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即是 这个般若的实相 真实的相 即是真理 当你达到真理 有些人叫佛圣 有些人叫真语 那我成佛之后 有些人喜欢说 境界是怎样的 成佛是怎样的 实相是怎样的 诸法空上是怎样的 甚麽是真语 甚麽是佛圣 甚麽是自性清静心 甚麽是如内藏 真语 显示一些 这个实相的文字 告诉你 其实实相不可以用文字 来表现 因为它已经离了言语上 离了心缘上 离文字 超越文字 但不说又不行 唯有说是什麽 正到那个 是不生不灭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其实是诸法空上 所以 讲完般若的空义 又显了般若的实相 给大家听 这就是 总说和显说 显般若的实相 别说 讲了空义之后 总相的空义 有个别告诉你 怎样空调 怎样空调你的执着 所以有些人说 我静坐 我怎样静坐 如果你时常用 般若心经的义理 去思维 去观照 这就增加你的智慧 和 增加你的止观的能力 所以你无需去找 心经里面 你好好 慢慢study 这个心经 慢慢研究这个心经 好好地每一个字 思维 就可以用它来观照 而得到 破我执 破法执 别说 般若空二点 破五蕴执 破十二入 破十八戒 事故空中无识无受想行识 破五蕴执 破五蕴 破十二入 破十八戒 是为破凡夫 你和我都是凡夫 凡夫有三种 一种是迷于心 一种是迷于色 一种是迷心又迷色 迷于心的 就是和你讲五蕴 破你的五蕴 迷于色的 执着物质的 和你讲十二因 十二入 又迷色又迷心 和你讲十八戒 里面当然包括 和你分析遗色的道理 所以破五蕴执 破十二入 破十八戒 专破凡夫的执着 我们时常有执着 时常有烦恼 如果好好的参 事故空中无色无受 想行识一句说话 慢慢参透 破了五蕴执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色胸未触法 破十二入 无眼戒乃至无意识戒 为什麽 无眼戒乃至无意识戒 无眼以鼻舌身意 无色色胸未触法 无眼识意识 鼻识身识意识 无眼戒乃至无意识戒 十八戒 这里是浓缩的意思 无眼戒一直到无意识戒 即是十二入加六色 即是六根六层六色 十八戒 不过这里是浓缩的 所以心经是很浓缩的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 无眼戒乃至无意识戒是什麽 原来无眼戒乃至无意识戒是什麽 即是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无眼识意识 鼻识身识意识 等等 十八戒 这就破凡夫的执着 破了凡夫的执着 没了我 还有 小圣佛法声闻的有法执 声闻的小圣人已经达到超绝生死 但他还有佛法 还有十二因缘法 他又破了法执 接着又破了声闻的四圣帝 声闻的四圣帝 即是那些是圣者 已经超越了他还有法执 破虎习灭道 接着破权教菩萨 无知亦无得 权教菩萨 执着有知亦执着有所得 他破了权教菩萨法 所以 别说般若已经 将我执法执 都破了 他 文字里浓缩 你不知道为何 如果 将这些浓缩的文字 拉长它来观照 好像我现在说 我只是说了 观哲在菩萨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召见寓皆空 说了十几个字 我说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呢 要是我深入观察它 我不是就这样念 观哲在菩萨 恒心般若波罗蜜多时 召见寓皆空 我不是 我逐点逐点 观哲在菩萨 怎样观 自在是十个大自在 怎样自在 菩萨怎样 我慢慢去 参透 我们平时学佛的人 没有进步 念了心经 几十年 仍然是执着 为什么 他没有参 没有提升他的智慧 我们继续 般若妙果 以无所得故 菩萨撒多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乃指导究竟涅槃 这是 智慧般若得到的果 若你这样参与他 自然有因有果 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罗多罗三妙三菩提 诸佛的智果 即是 the cause and effect 结果 你会达到哪个程度 这个心经就到了那里 流通分是什么 流通分是赞叹这部经 以及encourage 别人去学这部经 所以说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这些是赞叹这部经 亦都 将这部经总括后面那几个字 后面这几个字 将整部经的仪理浓缩了几个字 我们有这样的 逻辑去推论 后面那几个字 是与菩萨的心相连 如果诵凡文 Gatte Gatte Pragatte Brasamgatte Buddhistwaha 揭底揭底 波罗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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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揭陂菩萨婆加 有解释 这句真正能解释 大家已经知道整部心经的结构 这部心经的结构 原来是苹果万有 原来是 已经破了我执 破了法执 从现在开始 你诵《新经》跟以前不同 你知道两百六十八词里面 整套般若的空意都在里面 你这样白白的诵 没有想 没有参 很冤枉 一定要每一个词都知道怎么解释 我们讲到 讲来讲去就是 《照见五闻皆空》 五闻我们讲过 《空》 还要重复一下 缘起性空 我们时常听 缘起性空 什么叫缘起 任何事物不是凭空而有 必须在众多因缘条件与其间的关系 和合之下才能生起和存在 亦由于种种因缘的善失而归消灭 这就是缘起 缘起 如果我们用梵文 缘起 如果用英文 有两个英文的名词 翻译了 一是dependent origination 但我觉得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not too close to the meaning 最好我认为是conditional causation conditional causation 即缘起 任何一切事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缘起 我先上几晚都讲过 你就知道你要 种植 因缘 种植条件 你做什么要成佛 要有成佛 要播种种这些条件 要大慈大悲 要播种到大慈大悲的条件 要任何事情做得成功 要你的学业成功 事业成功 家庭和乐 你有没有造就这些缘起 你没有造就缘起 以前没有造就不要紧 你现在开始造就 你今天要广结善缘 造就你 一切能够令到你带动你 破执 带动你的智慧 带动你 布施持戒 忍受精重禅定般若 你要结缘 佛门 为何要说结缘 这句缘起 这句缘字 甚深 甚深 经文上讲的缘起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缘起这件事 conditional causation is extremely complicated 是很深的 你要慢慢去体会 但虽然说缘起 缘起是说他的现象 缘起是客观的 但当我们看缘起时我们是主观的 我们是用真正缘起 他本身的自性是空的 无有其他自性的 所以说出现象就说出精神 不可以有现象没有精神 有精神没有现象 整个世界宇宙 就是现象与精神的结晶 不可以一尾没有现象 我没有 If I don't have a mind to interact with phenomena Phenomena itself does not mean anything to you 所以你一定要有 现象与缘起 佛经跟你讲道理 是很逻辑的 跟你讲了一切 你可以感观到的东西 就告诉你 那些不是代表你原本的本体 那些完全是假的 完全是因缘所生法 你不要执着那些东西 背后有一种精神存在 但是我们 没有用到那种精神 我们将那种存在的精神带动作业 不是带动走上般若 因为带动作业 所以不断轮转 现在佛将它们拉回来 说要带动 你这个精神 入去觉悟的地方 不是入去迷的地方 带动你的精神从 迷到觉悟 他要慢慢带动 他要慢慢解释给你听 先详解释给你听 虽然一切是缘起 你不要看见他的缘起是真的 他的缘起是因为条件和合而生 他的自性是空的 他没有他的自性存在 什么叫做有自性存在 有自性存在的东西 永远都是这样的 它不变的 但没有一样事是不变的 哪样事会不变的 你告诉我 有什么不变的 全部都是在变之中 我们通常妄认它不变的 所以我们永远想它不变 我们想我们的爱情不变 我们的婚姻不变 我们的关系不变 我们的钱财不变 我们的智慧不变 我每样都想 保存一切不变 每一样东西都是利益自己的不变 但世界上没有这东西 它不断在变之中 这个变能够令我们更加活 所以这个变是因为无自性才会变 如果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亦要求变 但我们的变不要向下波地变 不要向坏里变 要向超越里变 要向善里变 不要向坏里变 你向坏里变就走入三岳道 地獄恶鬼畜生 现时就有现报 要好那方面变 就是天人阿修罗 现世就可以得到 快乐身心清静的人生 所以佛法完全是 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不过你没有了解 这些缘起 要知道什么是因 什么是缘 什么是果 什么是圣空 缘起的东西是圣空的吗 圣空即是一切世间的事物 圆聚即生 圆散即灭 无实在的智性 svabhava 无实在 asvabhava 无实在的智性 什么是有智性 自己可以独存 不用靠条件就可以独存 就是有智性 它不会不变 永远是永恒不变 这就有智性 但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这样 你想追求永恒是无法追求的 你听起来好像对你无关 你没有去参与对你无关 对一个有智慧的慢慢提升的人 他很容易打动他的心 很容易在每一个念头里面打动他的心 当他在每一个念头里面有缘起圣空 他就彻底了解空义 超越了凡入入入成 我们便不是 当听过论之后就会明白 我听完之后便失去 你便是执着 求才求命求你 你不会停止 你不是缘起圣空 你听的时候便便是缘起圣空 看着布经的时候便会缘起圣空 当放下布经怎样便便是缘起圣空 为何 因为我们是没有去修 学佛只是听文字 没有在文字中体验到的东西 在每个念头中发挥 为什麽那些禅师会开悟 在每个念头中发挥 元起圣空 你和我没有 我们只追逐的是名利 只追逐的是财色名食碎 甚至是作业 你不知 今天应该知道 元起圣空 今天讲一些比较深的 元起论 你不要看元起圣空这麽简单 一切法无独立自传自主性 一切法皆生于元起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讲 我们要见妙 我们有没有条件 如果是你花了很多年 倡立条件 那么你成功了 如果是你发了很多年没有倡立的条件 你不成功的 这个就是因果 从因到果 如果是我说 我看你成功不成功 我很容易看 你没有创造你的条件 你有 我说你成功 你没有我说你 没办法 你没有这个条件 你现在有这个条件 我看你就是成功的 但是这个条件要不断地参与 我们先讲下去 宇宙万有的生起不外乎根据万有自生的因果关系 这个关系 宇宙的元起圣空关系 是要从四个角度去看 第一个是业感严起 第二个是赖耶严起 第三个是真如严起 第四个是法界严起 对于有些初初来听佛法的朋友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有没有第一次来听 举手 因为这些是比较深奥的 讲严起是要从四个角度去看严起 严感严起 一切万佛的生起 是由于我人所作的严力所带动 即是 It's because of energy That's the philosophy of energy Every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Every speech Every action produces energy It is the interrelationship with this energy That gives the origination 即是 是由业 是由我们的力量 每一个人做出来有力量 这个力量是互动产生这种元起 严感严起 如果是我看昌妙 我们有没有互动的业 我有很多珠师他发心 这个互动就起来了 第二 赖耶缘起 从众生心方面来讲 一切万佣都是由 阿赖耶式 所辨现 为何要学习 第三 真意缘起论 一切现象都由本体随缘所显现 法界缘起 从本体即现象 现象即本体的理论出发 一切现象皆是本体的活动 现象与本体互为缘起 法界诸法 尽缘起 缘用无碍 我看完这些文字 可能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不知他说什么 你看完这些诫诗都是不懂的 如果是你没有研究就没有懂 不要紧 我们再深入一点讲 什么是业感远词 众生是由于身口意所做的业力 每一个念头身口意识念头 每一个想念 你留意你的想念 你的想念不好 你要留意 我们修行在此心动念里面修 不是在外相里面修 从心里面修 身口意所做的业力都会产生力量 驱使身的行为 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 这种新的行为产生新的力量 别人生的行为产生新的力量 这些辰转的相生互为缘起 就形成无比的业力推动论 所以每个家庭里面 如果家庭的成员 个个都是恶的 就很容易牵动恶的力量 家庭的成员有恶有善就平均等 家庭里面的力量是全部善的 善的力量就强 公司里面 他想这个公司成功的业力强 他就决定成功 公司里面有什么呢 有偷野的人 有穿柜董底的人 有懒惰的人 有欺骗 这种不好的力量的人 公司是决定失败的 所以如果用业感而缘起来看公司 要对公司的互动力量是如何 你看得出的 我要分析这家公司会否成功 你看他的业感而缘起 里面每个人带动都是很努力的 里面没有人偷东西 没有人穿柜桶底 没有人做这种东西 你说这家公司有希望 不是单止如此 每个人都是业感而缘起所带动 如果你学了佛之后 又自私又自利 学佛不能带动你 学佛的力量 学了佛之后 改头会面 不是那样东西 你变成一个人清静了 又进步了 学了佛十几年 他也没有进步 他只是做义工 他只是在佛摩萨 求平安 求财 求命 求利 求寿 他只是这样东西 他能否带动 智慧的业感缘起 所以业感缘起 全是由身口意的力量带动 一切生起是由业 We put it in English That is conditional causation due to karma Have you heard of karma Karma 是因为Karma 而带动你 这是第一个业感缘起 第二是赖耶缘起 一切万有都是从你的八色阿赖耶色现行所辨言 阿赖耶有两种力量作为宇宙人生的缘起 第一 耐的力量 一切不是有清 是有情 即是有情 是有情终生的生命 亦是由八色 所辨言 外面的缘起宇宙 心罗万丈 亦是阿赖耶色所辨言 即是什么 我自己 内外这个人 当然是阿赖耶色所辨言 我解释阿赖耶色 而这双花也是阿赖耶色所辨言 这双花也是阿赖耶色所辨言 为什麽 这双花是谁种的 是有什麽原因条件 全部都是由阿赖耶色 所谓辨言不是爆出来 而是慢慢循着力量 从一粒种子产生灌溉 人工 阳光 泥土 水分 慢慢慢慢 阿赖耶色牵动 第二个阿赖耶色 这个由阿赖耶色而变现出来的苹果 所以有内的变现和外的变现 一切都是阿赖耶色变现 难道它爆出来 没有一样东西是突然爆出来的 都是由阿赖耶色变现 在这方面看缘起 是从你的心里面看缘起 是从你的灵魂方面看缘起 死了之后是什麽都没有 死了之后阿赖耶色还要投胎 阿赖耶色是污染的色 有些人说它是灵魂 如果用灵魂也可以 一个人去世之后不是什麽都没有 是改了你的外相 而带动你 阿赖耶色是无形无相 所以这个缘起是从阿赖耶色的心识 里面 我们就 for the sake of speaking 叫做污染的 的心识 是带动你一切的缘起 就是这样的 而这个阿赖耶色的带动缘起 是个个感受不同的 因为当时你的心识不同 跟你的感受是不同的 第三个真如缘起 心是一切现象的本质 亦是众生本来具有成佛的主体 一心是世界的本源 又是包括一切境界的整体 即所谓一心二门 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也挺难的 了解这个 真如缘起 有一部经是代表的 大盛起顺论 或者大家可以看《灵验经》 它里面说的缘起 其实 都是由于心 心里面 有两个 开了两个门 一是有生灭 一是无生灭 一是说一心 的真如门 不生不灭 一是说 生灭门是有生灭 一个是说现象 一个是说精神 但它 很强调了 现象和精神 当你合一的时候 一心 便是成佛 但它将现象和精神的本体 分析得 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真如缘起 例如我举个例子 一心二门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很清静地 坐在静坐 没有想善 没有想恶 一心 非善非恶 以这样的譬喻来说 这是清静心 忽然间有外景 我被这个外景带动 变了由心真如门 带动到生灭门 这是妄心 有人骂我 说我 我的眼液被舍液被外景带动 我这个真如门没有了 我由真如生灭门 不生不灭门 变成生灭 立即带动了 所以它是 一样东西 两个面是同一样东西 这是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缘起 第三个角度来看法界缘起 一切现象 均由法界清静心 随缘生起 离开法界一心更无别密 在此法界一心作用下 各种现象无不处意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即是我 我即是你的法界 你知道什么吗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是法界缘起 是《华严经》 有些人不敢读《华严经》 不知道在《华严经》里 我举个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 我 我烧一张纸 I'm burning a piece of paper 我烧这张纸 我烧了这张纸 便成为烟 烟 烟会升上空中 烟会升上空中 会比空中多了一些热力 烟会走上空中 一方面就会升 一方面就走上空中变为热力 另一方面烧灰会跌入土地 跌入土地变为泥土 这是这张纸 你认为 我现在烧了这张纸 我灭了这张纸 你有没有灭到它 没有 它改了形象 它改了一部份变为烟气 暖气上了空中 一部份变为物质变为泥土 我们先不要谈空中的 我们先谈谈泥土的 这张纸 变为泥土 它的泥土滋润回来的泥土 滋润回来的泥土 那棵树 因为受了它的滋润 它慢慢长 液液润回来的天空 变为云 云的时候 冷却成为雨 落雨 落雨后 滋润泥土 即是这张纸 来自树 亦归回来的树 来自树亦是树 那张纸 也不会说 你烧了我现在死亡 那张纸又没有死亡 我已经有树 我又归回到树 我并没有死亡 因为我从来没有生过 我怎会死亡 我生过不是条件 我从来没有生 我怎会灭 所以它不会怕生死 我现在被你烧了我死了 我从来都没有生过 我就是那个树 我现在归回来的土 那棵树 又包括那张纸 每一样东西都是靠每一样东西 它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好像是 我是落在地下的一朵花 我是落花 落花他不会说我死掉了 他不会这样 这个花落下来怎么样 它归了土 它归土 滋润这个树的树根 这个树根长起来又是花 所以这个花不怕死 他说我就是树 我没有死 我从来没有生过怎么死 我生的是条件 不是我 落花说我不怕死 我没有生死过 我就是那棵树 我那棵树就是那棵树 就好像 浪和水 在大海中每一个浪 当然你都是没有一个浪 我是一个浪 你便是一个浪 当这个浪 它的本体是什么 本体是水 当这个浪沉下去的时候 浪不会说 我死了 我没有了 它不会的 因为它归回浪 它归回它的自性 它没有死 它根本没有生过 它的湿性就是水 不过是因为外相而生 所以这个法界缘起的理论就是 重重无尽 互为缘起 法界缘容 重重无尽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大家明白吗 我问你 明白了又怎样 我明白了又怎样 大家想想明白了又怎样 即是你的身体和众生的身体是一样的 你自然不会大慈大悲 因为你已经融入法界了 观音菩萨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法界 他就是你的身体 你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他会不会听你 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你融为一体 但是 如果你认为我是浪 我不是水 就不是 就是 当你认为浪在水的时候就是 昨天说过 我们照见五蕴皆空 大家说色蕴 色蕴为何是空 我已经说过 色蕴是四个大种能造的 色蕴是物质 物质由四个elements所做的 一个就是 地 水 火 风 地是solidity 就是 是molecules protons electrons 那些不是material 水 fluidity 火 heat motion 风 这些是可以做一切的物质出来的 basic elements 他所做出来以身体来计 有五斤的眼液 别是身 五臟六虎 外面一切的东西 都是这些elements 做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无表色 为什麽呢 昨晚没有说过 这些我们可以看 可以touch的色 material 有些material的色 我们touch不了 我们只能用意义去回到 那叫做无表 无表是什麽意思 它不可以表出来的 物质 为什麽 不如你举个例子 以根所对 意识所缘的过去五尘落蛇的影子 及知识所变是假景 例如遍计所起色 遍计一切法意识所显现的五根五景等的形象 不如我现在 眉眼想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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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角 苗角里面有很多粒粒粒的东西 我苗角的形象 色的形象 已经浮在我 在我脑里面的意识里面 是无表的 是无形无相 仍然有这个色 所以色是有表色和无表色的 为什麽我们要分别 让你知道原来你的意根可以创造色 在你的意根里面创造色 还要去执着它 我昨天看到 我看到一个男士 高大威猛 高大威猛 有钱 拿着一架 奴斯来斯 他是我旧同学 我怎样去认识他 你全部是 将这个意识摆入自己的脑子 还拿出来沿着它 要捉住它 你另外又想着 昨天见到我一个朋友 她丈夫对她真的好 为什麽我丈夫对我这麽坏 我这个人 为什麽她要这样 全部是用你的 有时坐在这 你便喜欢用脑来 创造你的无表色 还去执着它 还要 牵承着它 还要为它而受苦 为它而抑屈 为它而自杀 为它而害人 你是喜欢这样的 你喜欢将你 过去的不好的东西 拿出来 You agonize on your past You worry about the future 有时是为将来 创造一些无表色 在你的脑子上 我将来如果这样 怎麽办 你将失败的东西 全部藏在脑子上 你将它 幽斥它 将来如果我有病 我会怎样 你未有病 你只是将你的病容 放在你的脑子上 如果我将来得到 这样的症 我会怎样死法呢 我会怎样 我会怎样呢 你便会放在脑子上 你便会不断地执着它 执着你以为是真的 这是无表色 这件事很危险 这件事令到人会自杀 会杀人 这是意识 你怎样照着它的胸 你要照着它 无自生独存 是无自性的 我昨天说过 你照着五蕴皆空 照着它是无自性的 无自生独存性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没有永恒性 所以叫它为无自性故空 所有的身体都是 所有的basic elements 和合 不是等它四大分离才是空 当下就是空 有一个禅师说 何必待灵乐 然后此之空 花开满树雄 花落万之空 惟如一朵在 明日定随风 八岁的十蚊仔都看到空异 你知不知这是谁 听广结善缘那些 一定会知道这首诗是谁作的 有没有人知道 吴达国师 八岁的时候 他的爷 在后园上看到 大家赏花 忽然间风雨大作 将那些茶花 全部 雨水淋湿 掉在地上 那些 一小时以前的灿烂花 现在已经全部零落了 因为有大风大雨 暂时的风雨 将它全部零落 还有一朵 不停留在地上 这位爷爷与神童说 神童说 作一首诗 他作一首诗出来 你猜这首诗是怎样的 花开满树雄 是否花开满树雄 花落万之空 惟如一朵在 只有一朵 明日定随风 都落了 一个八岁的小孩 已经了解到空义了 我们现在还在梦查查 不了解空义 所以 何必待灵落 然后此时空 最后 最后的几年才知道空 太迟了 你没有时间修行 不要紧 等我最后 阿弥陀佛话 十念就可以了 等到医院快要走时 十念 现在我还可以享受世界 我现在还可以喝茶 看饭吃饭 好叹 我先叹够 叹到最后 这样 就算我现在叹得多 最后一个月也不要紧 两个月也不要紧 我现在叹了五十年八年 是这样想的 明日定随风 好了 瘦吻 现在我们要空调色吻 我们要把射运空掉 我们怎样把瘦吻空掉 你怎样去关照它 你心经每一句话要去参 不是那么读就算了 瘦是领立 感受的意思 前五根了别外境后 二根撇矣产生明言 是初念的 这时瘦是领立 感受的意思 尚未到想云 我们叫做色 瘦想行色 当瘦的时候还未到想 只是撇矣 初念 第一念 即是作意第一念 the first thought 我看见这些花 第一个念头 我只是吸收这个image 这个花 还未到想 我只是瘦 当瘦的时候已经有五句语识 即是说我可以同时眼 见到花 鼻闻到香 或者我 如果我听你说话的时候 我眼见到你的人 耳听到你的声 我鼻甚至闻到你的香水 每人茶香水 我闻到你的香水 眼耳鼻舌身 五样东西一起感觉到 瘦 都可以 或者单独感觉 瘦是领立 感受的意思 即是perception 瘦是怎样受法 当瘦是六根 in contact with 六层 When your six sensory organs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six envirals 之后是怎样 第一个意念是怎样 前五根 和外境的就是身受 你的意境的深色是深受 有苦受 乐受 不苦 不乐受 即是遇到逆境 顺境 苦受的时候 心不开心 要生出亲心 受苦 谁会开心 我很忽怒 我认为不公平 苦的境 你对我如此烦恼 令我受苦 我认为你不公平 令你不对 令你哪样好 哪样不好 你会产生一种亲心 乐受你顺意的时候 你便贪心 我永远在这个乐受多好 我现在在享受这个好的环境 我永远在享受这个环境 你贪着那个环境 你执着那个环境 我现在喝这杯酒 这杯名酒是十万元一瓶 我现在喝一口 乐受 那就是乐受 不苦不乐受也有 我不苦也不乐 但我没有产生智慧 我待于不苦不乐的 空荡的舍心之中 这就是痴心 即是没有提高智慧 在不苦不乐里面 当你超越了不苦不乐 超越了苦 超越了乐的时候 那才是清淨心 你现在仍然是痴心 心受了 心里面有喜受和幽受 某一样东西很喜欢 某一样东西很幽戚 所以你的受完全是领立外界的 当你领立外界的时候 你怎样去空调了它 你用什麽方法去空调了它 如何照见寿寓空 你要先明白寿寓的空仪 然后先放下执着寿寓的心境 即是什麽呢 我宗宗宇说一句话 对境无心便是善 即是 我对境无心便是善 我不执着它 我不产生苦 不产生乐 对境无心 可否对境无心 你对境有心 对境被境牵动你的心走 要你贪就贪 产生就贪就贪 杀生 偷盗邪淫 全部是你由境去带动你走 你对境无心 初步便不会立入受的执着 所以很多人说 参禅 对境无心便是禅 是 初步的禅 有谁对境无心 对着色欲便不会产生仁心 对着色欲便不会产生贪心 对于欲骂便要忍辱 不产生亲心 有没有人可以这样 如果可以这样 从瘦便领立到空 有没有人这样 可否对境无心 对境有心 你骂我一句 我骂你两句 你对我不忠 我对你不宜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你那时是对境有心 苦乐不苦不乐 忧喜舍 禅门说 祭心一处 无事不办 只要能祭子执着心 然后再运用般若智慧分析逆境 观一切事物 是由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无独立自存性 其性本空 如此就可以漸漸 召见寿是空的 如果生意失败 你经常想着你失败的事 你会变成忧屈 你会变成自责 你会变成自卑 或变成会报复 但你懂得空调的时候 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我的生意不成功 因为条件未到 因为我没有创造条件 因为我没有共识的业感力量 因为我没有 真心的真如缘起 我的安赖耶 未够心接受这种新的 我所创造的事 你才可以 放下你的失败 而迈向你的成功 所以 怎样召见寿寇 要先明白这种 对境无心 莫问禅 说得快点 因为我说了五天 都是说了十多个字 但不要紧 照见寿寿 当然很紧 想寿 什么是想 想当你受了的时候 你的意识攀缘外景 回忆往事 幻想将来的心识活动 你的寿 是你的 sales 是一间公司的sales 即是front end 你的想就是你的manager 我给一个举例 你的五蕴 就是你的身体的公司 你的眼耳鼻舌身耳就是你的sales 你的sales是与外界接触的 你的寿就是你的sales与外界接触 想就是 manager 已经去到那个地步 有了past file 守了future budget 这个想是攀缘外景 回忆往事 幻想未来 所以这个想是很skillful的 猛利的 这个想寻 想寻经受寻后 意识摄取外景 产生概念 与行寻 融通 思维分别 能驱使身体 负于行动 识受想 还未去到行 只是初步的分析 所以在每一个念头里面 都是识受想行识 不过你的念头 很快 察觉不到 否则修禅的人 他修到每一个念头 都在掌握之中 你行吗 那些修禅 高度的禅修的人 每一个念头 都在伴照着 念 苦 是 死 每一个念头 都知道他的喜乐 我们的念头 知不知喜乐 不知 坏了才知道 很多时候 贪心了 起了所有的逆心 淫心 贪心 亲心 起了才知道 但是 五运 照见 五运 皆空说 起了才知道 没关系 最好 一开始受的时候 你就知道 好了 你继续知道 第二念 第三念继续下去 那就是想蕴 这个想蕴 你怎样控调这个想蕴 世间借事物 皆先由想念而起 一念善恶之差 即有天堂地狱 因果的分别 即是 想蕴是更进一步 如果修禅的人 执着不去到想蕴 便很幸福 通常都是执着 即经过想蕴 想蕴是第二步 想蕴还未去到行蕴 现在佛经里面 教你怎样分析你的心 所以心经是怎样分析你的心 如果能分析到每个念头都有把握的时候 便是圣人 如果你分析每个念头都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会浮现你的智慧 如果我们从戒律 的角度 你看想蕴 怎样看 我是一个学出家人 我是一个出家的 或是一个居士 我受了戒 我这个想蕴是怎样一回事 行蕴 此犯方诡篇 南山三大部里面的行蕴是非常重要的戒律的书 里面讲一句话 非常重要 独头心念 忽喜愿非 不明为凡 从缘向念 可得四国 已不在约 即有凡复 你懂不懂 说什么 凡事 学戒的人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学戒律的人 独头心念是什么 他没有外界 他独头心这样想 他想什么 贪嗔痴痴慢 什么都想 忽喜愿非 忽然间浮动一个念头 不是外境 外境应该是粗境 不是外境才是带动你的意念 他这个人很厉害 你外境没有法子 例如我是出家人 你用外境来吸引我 我修不正观 我修的观 你是打动不了我的 但有一件事 如果没有外境 我又怎样 没有外境时才能考到你能够功夫 有时没有外境时 你忽然间 独头心里面 起了一个境 你自己是个无表式 在意念里面 有了一个境 什么境 很多举例 贪心的境 或是淫心的境 很多时候 不是贪 是淫 不是淫 是求财求命 求谁求食 忽然间有这个独头心念 分起完非 忽然间起了第一个念 是不好的念 缘非你就圆着它 即是执着着它 不明为犯 你第一个念头 有欲念不是犯 还没有犯 从缘向念 第二个念头 再想它 从受走入想 你就犯了戒 不是做了才犯戒 你想也是犯戒 何德四国 第二念从缘它 第二想 道宣律师告诉我 你已经犯戒了 不是做出来才是犯戒 何德四国 已不制约 即有犯戒 你第三念第四念第五念都是这样 慢慢地做出来了 这句话 学戒的人是很重要的 这是想文 第一念是受 第二念已经去到想 如果你是居士 从想里面落功夫 不入到行 你的修持很高 有些对境无心 去到受都已经不受 他的修持又高一点 从戒角度来看 知词记 业无至性 必假缘生 缘须众多 不出心境 都是心的问题 从戒角度来看 已有两种 有心 从缘思觉 而不制约 便是有先 未有先 偏尔诞念 就是你忽然有这个念头 你不小心 你记得带动 还没有犯 这只是讲多一点而已 说一说 所以学戒律 那些出家人 他很容易成为圣人 因为他从想里面 想都不想 居士想很多 但是如果你真真正正 好像王亚大师 或者杜心律师 学戒的 律师 他们那个念头 每一个念都是清净的 他很容易就觉悟 很容易成功 很容易就 有功夫 我们 没有学戒的 很惨的 就是 一天到晚没有学 就有问题 当他的律师 去到某个清静的念头的时候 他是另一个人 你认为他很苦 他是最快乐的人 就像我们 你们这么多戒律 你很苦 就是因为戒律才不苦 你没有戒律 就很苦 因为你什么事都做 你什么事都做 有很多业力 纏着你越来越惨 他现在出家 或者仇戒 我看你这样 妈妈 你这样背着 那是什么戒 这些人说不能吃 那些人又说不能吃 我看你很惨 这是鸡腿 你可以吃 这是藏拔旁 这是龙虾 你害了他 其实受苦的不是 你妈妈 是你 你以为他苦 你只是在高高山上的修行人 你以为他很清苦 吾心似秋月 碧痰清皎洁 何物堪比论 教我如何说 韩山子在山上打坐 有人问他 你的心境是怎样的 打坐你的心境是怎样的 你教我吧 说心境 吾心似秋月 说不出 唯有用一个比喻 好像秋天月亮那麽明朗 碧痰清皎洁 他的明亮可以秋月 他的清淨可以逼谈湖水 这麽皎洁 吾心似秋月 逼谈清皎洁 无物堪比论 你问我心境怎样清淨法 我没有东西可以说出来描写 没有东西描写得到 叫我如何说 我怎样可以说我现在的清淨心 我说不出来 教我如何说 说不到 你认为韩山 很苦 他的清淨 他的快乐是无比的 你才是苦 多在陈妄的人就是苦 多在名利的人就是苦 他苦了都不知 他认为应该的 如何照见上运皆空 一切想念都是因缘所生法 是妄心有生有灭有救有静有增有增有减的生死烦恼的根本 你便看他 无智再独存性的 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所以你不需要为你的失败而惆怅 你不需要为你的财富而高兴 全部是因缘所生法 无永恒性都是短暂无常 无智性的 《圆国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与大家共勉一下 通常这句说话是座右铭 一切众生 从无耻来种种颠倒 妄认四大为自身上 六尘圆影为自身上 由此妄有轮转生死 孤名无名 然此无名非实有体 如众空花灭于虚空 以无生处故 不可言说有定灭处 他根本没有生出来的 怎能寻灭 即是很惆怅 你很惆怅 我的花会死 我的花是死亡 根本没有死过 我是一个浪 这个浪 你以为它沉下去是死亡 它没有 它是归回本性 它没有生 没有死 它没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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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返回 它有返回 它是被移动 从动作 它返回 它返回 水 一切众生于无生中 妄见生灭 因此说明 轮转生死 行蕴 现在九点钟 还有半小时 我今天说完 照见五蕴皆空 就结束了 明天说 度一切苦压 舍利子 色不二空 明天开始 总说 空上 接着别说 别说很容易 怎会花那么多时间 因为最难懂就是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压 当懂得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压 所以加着我给你那个脈絡 如何去破五蕴 破十二入 破十八戒 破了凡夫的烦恼 接着再高一步 破声闻的十二恩怨 破圆角的十二恩怨 破声闻的四圣帝 再破了 权教菩萨的四智 权教菩萨的智德 就入大菩萨叫光位 所以一部心经能够令你圆满觉悟 究竟觉悟 行蕴 行蕴是很复杂的 行蕴怎样复杂 行蕴包括了这麽多项事 行蕴是七十三个感觉 里面有 因为当你的心黄 当你有心识 眼耳鼻血心意的识 即是consciousness 一起了这个consciousness 就有以下里面 这麽多的mental functions 与它一起work Every thought in you You think is just a thought There is 73 mental afflictions Interacting with it producing a thought 你可能不觉 你可能不知为何 其实你每一个念头里面 都有73个心所与它一起活动 有时是善有时是恶 我没理由 逐句逐句说 不是说到明年也说不完 里面有善的 有烦恼有除烦恼有不定的 不定有时是善有时是恶的 但你知道 善的只有十一个 恶的只有二十几个 即是说如果你的心黄 你自己的consciousness 是叫做黄 你有很多大神 大神 坏的大神 害你的大神 多过你 忠神 所以你留不留意 带动你落地狱的 多过带动你上天堂 那些全部是你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这个恶是很猛烈的 非常猛烈 即是失败了都不知道 唯有修行人才知道 你现在就知道 你现在开始要留意我的心念 留意自己的想念 你要留意的 恶的 这个恶很复杂的 里面有73个心所 每一个行愿的活动 每一个念头 都有善有烦恼的大神的心所 跟他一同活动的 你做了错了你都不知道 犯了也不知道 你惨就是要你知道 每一个念头都是有那么复杂的 互动的力量 但是当你参见清静的时候 你照见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在你的心中很快 你也可以制心它 制心它灌照一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 如何照见行为空 行运是空的 这是无自身独存性的 因缘合就有 因缘禍就灭 无永恒性 无自主性 So it is impermanent It is conditional causations It has no real substance of its own It is It is illusory It is not real But you regard it as real 先明白行运的意义 对逆境不生争 争 争 亦 顺境不生爱 对无境灵 微不霉 不生取舍分别 信心命说 知度无难 惟而不简责 但莫憎爱 动然明白 这些信心命说的 这是召见行运皆空 更加详细一些 行 如何召见行运皆空 因此 迁流造作的意思 行运是比较难懂的 所以要用三法印的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去观照 当你的念头一路牵动 由受 去到想 去到行 你就要加多力量 去观照着它 不让它发生 你就用观诸法无我 众生只有刹那的身层代刺的五蕴身心 当一其生命报尽时又转投到另一个生命里面 这个 变迁叫诸法无我 没有一个我 没有一个自性的ego 诸法无我 但人是不会想无我 这是我的 这是我需要的 这是我维护的 这是你的 有人有我的是非 你骗了我 我被你受骗 或者我 应该这样的 你不应该这样的 在人我分别上 你会产生很多这个人我分别 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人我分别是无的 既然无我亦无人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所以《金刚经》里面的四句说话 你要 经常揣摩 什么是无我无人无众生受者 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无我 这是没有你的ego 没有你的主观 无人连客观也没有 无众生无一切执着 无受者无时间上概念的执着 没有执着过去 没有执着未来 亦没有执着现在 他完全是free from attachment 没有执着 是否容易很难 是很难脱 摆脱了这件事 是摆脱不了 为什麽 无量劫以来 我们已经在执着里面 这么容易解脱到 难不是代表不做 难也要做也要去割 诸行无常万法都在刹那生灭变化之中 所以人有生老病死 物有生住而灭 世界有乘住坏空 过去的已经消逝 现造的正在变动 未来的尚未发生 所以一切都是无常 但是一切无常 我们不会是这样想 我们是不会想它无常 你知道是无常 但你所做的一切是有常 即是观一切事物 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无独立永恒的自性 其性本空 如此则漸漸照倦行 允空 你不要看轻 无自性的 因缘所生法 不要永恒 个个都知道 但当你把这个概念 带动在每一个念头才产生力量 即是 了解这件事可能是很简单 但你没有运用到它的力量 即是好像气功 你做气功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气功师很简单 把他的手这样移动 但在这个简单里面 他不断地练习气功 产生无量的力量 你是看不到的 你是要自己在这个力量里栽培出来 唯有那个气功师 才知道他这种 硬气功是什麽的力量 远气功是什麽的力量 因为他时常去分杂 因为他需要佛法 佛法就是要这样 有时候我看到有些短片 有些人练习舞 或者练习音乐 练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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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练习音乐 他会很深入 很投入 投入成为天才 但很多时候 没有人用同样投入的心去学佛 如果他真的 好像有些青年年儿童 他真的每天用五个小时去练习 六个小时 我妈妈叫我每天要学钢琴五小时 不学不行 初心逼他 逼他逼他 逼他逼他 但我想如果每一个人 不能用五小时 用三小时去学佛 每天是这样 他将会是怎样的 有人将现象界能够产生一种 明利利利益的东西 他可以不断地分杂 但超越名利的东西 他不会分杂 所以我们永远流转生死 如果他花五小时六小时专攻静坐 专业在禅修 专业在灵性上 追求灵性上生命的大解脱 大自在 为什么他不会呢 全是业力 这是业感的缘起 他说我们是被业力带动到我们的肉界 在其他的界别里面 色界无色界都有修行人 在其他世界都有修行人 他们的修行比我灵性高很多 有很多其他世界 所以有无量的众生已经成佛了 我们是在迷的众生 还迷在哪裏 还迷在财色名食碎 下一世再迷 再迷 再迷 一直迷 唯有在一些领悟 不要追求这些人才走上角 或者可能这个心经给你一些思维 原来268个字里面 能够充满了一切的智慧 令人带动从一个繁荣里面走出来 令人带动在这些生里面更加淨化你的身心 能够令到你身口以三叶清静 活出一个 广结善缘 追求人生大解脱的人生 生命大解脱的人生 这是心经的目的 如何召见行运空 就是这样 色运 说完了 色运皆空 很简单来说 不要再在五蕴里面 陪维下去 什么叫色蕴 色 就是现象 phenomenon 受想行色 是spiritual 说精神界 在精神界里面 受想行 是说现世的多 现世我是受这件事 现世我是这样想 但除了现世的精神界 有些人是这样想 有没有前世的精神界 有没有下一世的精神界 现世的精神界完结之后 我将会是怎样的呢 我会带动到第二样的精神界 后面的色是超越了现世的精神界 即是当我受想行 我做了好一切的业感缘起 阿赖缘起 真缘缘起的时候 是否就完全消失了 没有了 原来不是 原来它归纽在一种 精神界里面 是无形无相 大动落下一身 而这个精神界的受 受是什么 受是你改不了的 现世的受就是即时的感受 但受里面还加了一件事 就是过去世的受 什么是过去世的受 过去世所做的事是现在受的 过去世中落的因是现在受的果 现在有财富的果 健康的果 或是不财富 没有财富 贫穷 或是不健康 一切都是受的 这个今世 历史上的受是改不了的 你怎样改 你以前中落的恶的事怎样改 你走回前一生改 你现在是这一生 没得改 半点不由人 一切皆由业 半点不由人 你改不了 你唯有认命 但在认命之中 有些事你不认命 你现世可以改 我要改现世 有些人连现世也不想改 也没有兴趣改 受也不能改 受也不能改 想和行也能改 你现世要积极去改 有多少人积极去改 去到这个色 就不是说现世 亦是说过去世 它是归纽在一个总相的色 当我去世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业感 缘起 一切的 energy 去哪裏 就是这个色 storage 的consciousness It's just like your computer memory everything is stored in there whatever you thought whatever you have done whatever you have spoken All stored in that consciousness 所以要留意你的想法 色是了别分别的意思 每人都有 能分别了解外景的深色 这个深色有三种 钱 绿色 眼与鼻舌身意 Word law Word law是你的ego 这个深色从无耻以来 正如我举一个例 钱 绿色 眼 耳 鼻舌身 是你的front end salesman You interact with environment 意识就是manager 经理 这个经理很猛利 所有眼 耳 鼻舌身 不可以活动于过去 你的眼可否看 多少世前的东西 你的耳听到多少世前的声音 你的眼 耳 鼻舌身是为你现在而服务的 但你的意识可以想起 以前的东西 昨日的东西 你的眼不可以看昨日的东西 但你的意识很强 因为它可以 你的意识是一个梵文叫mano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说 How is your mano doing 即是你最近的意识清不清静 他经常这样说 这个意识是猛利的 它可以带动你做很多东西 前六色里面所有这一切 当眼 耳 鼻 舌身 死亡了 是否没有了 你的 brain 死亡了 是否没有了 不是全部store 在阿拉耶识里面 没罗识 从无耻以来 有我痴 我见 我慢 我爱 四种烦恼相应 行审与阿拉耶识的见份为我 这是唯识的名词 你无需要 无需要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研习唯识的人 可以知道 所以 我行审阿拉耶识的见份 执着见份为我 我所而执着 所以就是我执着的根本 而阿拉耶识的 alaya consciousness 这个心识能处藏一切善恶的种子 是投胎轮媒的根本 你和我投胎就是阿拉耶识的投胎 带着阿拉耶识的投胎 每一个人的阿拉耶识都不同 每一个人的善恶都不同 所以你做每一件善事 都在阿拉耶识里面传落 你每做一件恶事 你走不脱 你以为没有人见到你 你走不脱 你又是藏在那裏 就因为有阿拉耶识的存在 所以一切都是公平的 这个阿拉耶识当他走到地狱的时候 是很公平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人都要读你狗族 不会说 像在阳间一人做事读你狗族 无关事也要读你狗族 他不是 阿拉耶识的恩果 恩果是最公平公允的 自然会出的 行藏家实自家智 祸福恩有莫问谁 不能看上算命 善恶到头 终有报 只因来祖与来祠 限时检点平生事 正座思量日所为 只此一生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规 恩果律不会规待你 你以为你做了好事没人知道 恩果会给你 一切公平 所以 你认为你做了些事 你受人骗了 若你不是欠的人 受人骗了 你以为就这样骗了就算了 你会得到应得 若你欠他 你现在受他骗 你是欠他的 所以你无需悲哀 无需休息 全部都是因果 由因果自己会搞定 只要你摒传自己做人的目标 做人的正义 或者摒传自己的道德水准 你有暴施持戒 忍欲精准禅定般若 那条路是正路 众生被自己的色蕴蒙蔽的时候 意识即起分别 没罗色执着我我所发动先天的我执法执 一切痛苦烦恼 谁由此而生 所有贪嗔痴 杀毒人妄妄语等等 都是由这些恶业而成的 这是色蕴 色蕴在唯色学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由蕾耶缘起 所以八色里面 唯色学说八色是很清楚的 所以言习唯色是好的 能够令到你更加明白 你的心色是怎样 怎样去function 怎样去想 我们怎样照见色运皆空 以波也 自观照前六色眼也被舍身意皆空 所以用空意来参与 因为眼所见的色 鼻所闻的香 色所尝的味 身所触的蜜 意所生的分别 都是因缘所生法 是短暂无常的 无其置性的 愿罪即生 愿善即灭 不要执着 以致产生烦恼 作业受报 即是将空意带动入去 你的前六色里面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难的 如果时常观照色 寻是前六色空 漸漸就消除了人我的分别 即是时常用止观观空 在你不知不觉之间 你的智慧就增加 你就会破除人我的分别 自然走去更高一步 破除了 没有了我 无我相 破了我执 而进入观第七色的末罗色空 就会破除俱生我执 因为末罗色是俱生带动来的 所以宝宝一生出来的就是自私 不过表达不到 他有个我执 他的我执是他带动来的 是俱生我执 You were born with the ego 当你破除了我执 你成为小圣圣人 如果漸漸增进修行 连驱我法执 亦可消除 将色运空尽 就进入佛境 现在 是九点多 明天继续讲 回向 愿与此功特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靠谱 靠谱